很多人水蒸蛋经常吃 那你一定要尝试一下 这个铁锅焖蛋 香辣嫩滑 入口即化 吃过一次 你就知道有多好吃了 碗中打入昨晚下的五六个鸡蛋 再把它充分打散备用 锅热来点猪油 把猪油炒化后 这个时候一定要关小火 放入一勺辣椒面 炒香 加入蛋液一点五倍的清水 调味只需加点盐 不要等水开 立即把打好的鸡蛋液倒进锅里 边倒边搅拌 最后扣盖 记得一定要开小火焖六分钟左右 出锅前撒上葱花 像我这样用铲子切开 像豆腐一样嫩滑 学废了你也收藏 回家试试吧